近日演员吴彦祖在拍摄电影《冲天火》的武打戏时 鼻梁竟然整个被打断 以杜英爵不幸人事 吓坏了现场的工作人员 吴彦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表示 像是睡了一个晚上的觉很舒服 但是我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表情都非常可怕 凌晨事后才知道自己晕过去了 吴彦祖俊廷的鼻梁被打歪 本来还担心影响后续的拍摄 没想到他只是用一包冰冰敷的一下 然后把鼻子直接掰了回来 第二天就继续上工了 帅脸不仅没事 还经常在片场扮起鬼脸 可他对戏的郭彩坚还笑着爆料称 他常换造型时宜来吓我们 看看这里啊 小编也只能说一句 这颜值高就是任性啊